那当然另外一个大事就是这个马英九跟这个习近平 这个4月8号要在北京见面了 这个是喜马二会 那在此之前马英九到了大陆 当然去参观参观一些都是非常重点的一些这个地方 像是比亚迪啊这个港珠澳大桥啊等等 那很有意思哦你看到这个比亚迪啊 辣碗包再熟悉不过 我们一天到晚讨论这个比亚迪对不对 然后到了比亚迪这里 马英九也蛮惊讶 看到这个挖百万豪车 原地360度到头掉头 对我们辣碗包之前谈过啊 有没有他如果说要这个停车位的话 横的停也可以 协方停也可以 都可以 看了非常的惊讶 他他就问了一些问题 马英九这次的问题都蛮尖锐 他去参观大江的时候不就问吗 这个是俄乌战争的时候 俄罗斯有用 因为乌克兰战场 蛮尖锐的问题 你看到在这边他也问了一个问题 马英九能够领先全球电动车几年 真的我发现这次马英九 你知道马英九的那个人的个性 他这次真的有备而来 待会我再带你看一个 还真的把陆方给拷倒 他问说可以领先全球电动车几年 这个宋涛就不云不火的说 要有这个自信就永远追不上 永远会领先的概念 所以一旁的人就笑了起来 然后这一趟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要告诉你 有了九二共识之后 就畅通无阻 所以马英九再讲 二零零八二到二零二零一六 这八年就是在他主政的时候 全球没有人认为连岸会有战争 这就是九二共识的最佳体现 就王丹接住求了 王丹说马英九仿中 这个本质上是九二共识之旅 讲得也不错 讲得也不错 还有这个马英九跑去这个孙中山 这里黄花岗这边 他说他在这边 就是大家知道马英九有时候蛮感性的 有时候会哽咽 太阳很大 他戴着墨镜 他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 向全中国人民许下了自由 民主均富 讲到这里突然哽咽起来 走向了民主共和 一统中国的承诺 让人民兴奋感动 所以结论是 两岸应该要共同合作 避免战争 致力和平 奋斗振兴中华 共创和平繁荣 这就是我们这一辈的 中国人最大的愿望 最新的消息 我们来看 马英九真的是准备了很多的问题 这个也还蛮有意思的 马英九 马老师 他到孙中山的故居 纪念馆去参观 亮哥 我也被他打败了 他问了好多好多问题 他先是问 你知道孙中山先生多高吗 他跟这个解说员有讨论 有人说这个一五几 有人讲 说我们有在讨论 然后但是他突然在问说什么呢 那孙中山鞋子穿几号 你知道吗 人家那解说员真的不知道 我就考倒我了 结果马英九告诉人家说八号 亮哥你觉得 你觉得马英九的事 到底谁是解说员 中国的邪号八号 美国大概是几号 我有没有考倒你 四十四十二吧是不是 没有四十二那么大 没有四十二那么大 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讲正经的好了 这个身高不决定历史的伟大 实际上孙中山跟邓小平都不高 拿破仁也不高 内力也不高 都创造了历史啊对不对 所以这个跟身高无关啦 不过马英九去孙中山 在广州那边讲出这番话 我觉得就是呼应 大陆事上有些人就是 有这样说啦 说他要勇敢一点 事上金灿荣 昨天他说是不想活啦 在讲实弹射击 今天又录了一支就是讲这个 说马英九应该勇敢一点 说出两岸要共同追求什么 就是这个当然金灿荣的用语 是说两岸要追求统一啦 那马英九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嘛 这个王丹也讲得对啦 重点是九二共事之外 他还会附加一些话啦 事实上这个他跟宋涛见面的时候 他已经稍微讲到了 就是现在国民党大概 在九二共事之后 都会讲到反对态度吗 没有国民党没有讲 国民党没有讲啊 国民党没有讲啊 那我们有听过朱立伦讲过 那这个就是考验国民党了啦 听过侯友宜讲过 竞选的时候讲过 因为马英九有把他讲出来 那事实上 他以前很少讲啊 2018年大概卸任之后有讲过 他在任的时候 也没有讲这么清楚 你讲马英九嘛 他讲马英九 这个马英九的 马英九是这样啦 就是他说啊 他说这个 两岸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血脉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 我任内达成两岸坚持九二共事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这个是两岸得以 这个吸手向前的重要关键因素 那无论 外在环境怎么变化绝对不会改变 这是他的圈文啊 那我觉得大家比较有兴趣的是 那习近平会怎么讲 然后习近平讲完 马英九讲完 那回来之后 民进党会怎么回 那国民党朱立伦 跟国民党的立院党团会怎么回 这个跟打撞球有关 因为他不是当政者 可是他是重要人士 然后他丢出这些重要的概念 然后看当政呢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民进党跟国民党 怎么去做回应 对之前亮哥也说 马英九代表大多数的民意 我说他要有这样的 对这样的担当 他可以大声讲出来 对所以事实上你是百分之六十 金赛人员也是这样讲 那很多这个两岸的民众 可能对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所以会不会现在讲这些 都是在一个暖身的 那最重要的大家的期待 他会在习近平面前讲吗 我认为会啦 不然你去那边干嘛 是 对不对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你如果不讲 那只有一个九二共识这种概念 那两岸九二共识这个词没有争议啊 要的人家要看的是内容嘛 那而且要联动出 那一种两岸的氛围啦 这才有意义啦 而不是你嘛 你又你现在又不是当政者 人家是要看习近平 然后蔡英文赖清德 那还有这个国民党 会联动出什么氛围啦 因为你可以看到马英九去 一开始民进党是一面倒批他嘛 立委啦或者那个1450啊 可是后来就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你可以看到邱怠三啊 蔡英文赖清德都不讲话 所以这次的习马二会马席二会 可以作为一个撬感 撬动一些两岸的什么吗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一个隐性啊 不然这个话题本来不存在嘛 因为大家都见不到面 然后也没有办法拉那么高的层次 现在两岸没有这样的一个对话窗口 让大家来讨论最根本的定位问题嘛 历史问题嘛 那马英九把这个丢出来嘛 那你一定要讲的够具体 然后习近平回应 这样才有激荡啊 然后那个激荡就要涌向台湾 那就看你赖清德怎么表态 那大陆当然就会把这个 列为这个对赖清德评分的一个指标嘛 你看赖清德对罗森博格为什么那么紧张 因为他知道罗森博格是来评分的 这个就是我们正元凶党干嘛 他是考官啊 他是要平分的 那孙小小当然也知道啊 所以旁边那两个人 这个罗森博格跟孙小小都翘着腿 对 亮哥以你认识的赖清德 你看到他这种 我觉得他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他那天好像去国防部的一个单位 然后有一群记者 那赖清德就就是要故作轻松嘛 然后就跟记者讲说 你也知道这个就职演说压力很大 他就不经意讲出来 赖清德是一个比较不会藏的人 他就写在脸上 他跟蔡英文不一样 蔡英文是 是喜怒不行于色 对因为家庭长大的背景 所以他知道要透过 做只做做多于说啦 蔡英文是这种人 那赖清德不是 他会他讨厌 或者是这个就是他反对的东西 他就会直接写在脸上 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他对520的压力 那也可以看到他对蔡英文这个 让他520之前 连番做的一些政策的不满意 比如说 你海巡署怎么搞出这种事情来啊 你怎么在我上任之前给我涨电价 我认为这两件事情他都相当不满意 那我相信这个实弹射击他一定也不满意 你干嘛 你这个让我拦住人啊 那偏偏都发生了 所以他种种就会写在脸上 这个叫苦笑啦 可是又不能笑 所以他那个笑就 给人家感觉是充满压力的笑 我的感觉啦 那在美国面前 那个身体语言就吹不出来了 就他感到压力很大啦 然后很怕美国会不信任他啦 我觉得他大概已经感受 我跟你讲罗森伯格是一年来 来了第五次 是啊 怎么有这种事呢 有这种事 以前AIT理事主席哪有这样来的 一年内来了五次 就非常不寻常 就是对你非常的 感觉好像抓不住你 或者是觉得你怎么始终不及格啊 以前这个天不怕地不怕嘛 台湾人什么都不怕啊 现在真的有点怕了 而且他抓不准 问题在这里 这个很麻烦 因为我跟你讲两个人 就是我已经见你多次 那你的表达的语言还是这样 那你就会着急啊 那蔡英文是都过关啊 蔡英文是这八年 美国从来没有焦虑过啊 那蔡英文是一年来 这个频率始终对不准啊 你知道吧 对不准 然后坦白说啦 在他竞选过程当中 蔡英文的国安团队也没有进来啊 然后现在他的国安团队是谁啊 没有人知道啊 所以美国当然会急啊 就不知道要去问谁 因为美国是有各种管道可以去接触 可能在帮你的人啊 我认为美国现在还凑不出来 所以赖清德那时候很天真嘛 当然选总统的话要走入白宫 现在知道不可能了 所以这个不知道比知道更可怕 可是问题是被他挑起那种兴奋的民众 他怎么去面对 这也是他的麻烦 所以他现在真的挺麻烦的啦 因为独派的那些群众 最支持他的 那你也不能让他们太失望 真的相信可以大干一场 就是有这种人啊 对 真的是这样啊 不然怎么会有人对唐凤意见那么大 这有时候还做两板去K他 不是吗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